10月20日,一个由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国际斡旋之旅,以推动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 据悉,外长联合代表团成员包括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埃及外长舒克里、 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按时,在同外长联合代表团会谈时,就应对当前加沙危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中方主张, 内容包括立即停止战火,尽快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等。 专家表示,中方主张是当前国际社会正义的呼声,体现出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支持。 平国问题,就是平国当前是,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正义的一个呼声, 也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的一个要求, 具有国际法上的这个约束力,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权力的一个强调,对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声音的重视,体现了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支持。 事实上,本轮巴勒冲突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全力劝和促谈,以具体行动推动局势降温。 比如,中国政府派出中东问题特使翟骏,前往埃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土耳其等多国斡旋。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国,推动出台本轮巴勒冲突以来首份安理会决议等等。 中国在新一轮巴勒冲突爆发后,应该说开展了一个长时间大范围的穿梭外交, 包括翟骏特使和王毅外长,采展了一些广泛的斡旋和外交的活动。 应该说这个力度和范围前所未有,积极地推动冲突降温, 巡活与持久解决的态度十分的明确,愿望也十分的真切, 获得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高度认可。 邹志祥表示,此次外长联合代表团将中国作为国际斡旋的第一站, 也体现出对于中国的信任。 邹志祥指出,随着巴易冲突的持久化和人道主义伤亡的持续扩大, 国际社会对于冲突降温停火的愿望日益强烈, 外长联合代表团开展联合斡旋, 也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呼声。 这一次的联合代表团访华以及取得的这样一些共识和成果, 对于这个以色列,我觉得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促进各方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斡旋调平巴易冲突中来, 推动这个国际社会形成更大的共识。